12月3日,赵丽颖获评年度电视剧女演员,对于此殊荣。 网友也表示实至名归,12月3日晚,赵丽颖通过微博对陈甸甸的奖项表示感谢,俏皮地写道,拿到奖杯之后,手臂一紧,幸好我练过。 网友被赵丽颖的可爱逗乐,纷纷尾观并留言称,有肌肉了不起啊,都不给个自拍,哈哈哈哈,我颖,你咋这么可爱呢,我的天,实至名归啊,恭喜恭喜。 据悉,赵丽颖在领完奖之后,将马上赶飞机回横店拍戏,最近还有一部700多场的戏,150个工作日,如此的敬业,得到此奖也真是实至名归。 据台湾媒体报道,女星赵丽颖今年一年演出了多部知名电视剧,作品数量丰富,题材也多变,声势不断上涨。 她三号晚间现身北京出席活动时,先是以透视薄纱黑礼服红毯亮相,受访时,一户外零下6度的低温频频寒冷,最后甚至自爆被冻到哭出来了。 赵丽颖三号晚间现身北京出席某活动,以一身黑色透视薄纱礼服,显身红毯。 然而由于当地气温最低为零下6度,加上当天,红毯伴在室外,她一出场整个人冷到不行,采访时更是频频发抖表示,今年比去年更冷了一些。 她也感谢现场工作人员,我觉得大家非常辛苦,这么冷的天,在外面待这么长的时间,觉得非常感谢。 红毯受访进入尾声时,赵丽颖先是向众人喊话,大家受冻了,离开前主持人发现她身体微微发抖,要她赶紧进入点场里内取暖,她忍不住直呼, 冻到流眼泪了,同时还伸出手摆住她泪的动作,这一幕令不少人直呼心疼,也备赞相当敬意。